宏觀經濟財神到 今天是2014年2月28日 沒錯 剛剛昨天的期日結算完了 各位好,我是Marble 我是高輝 高輝,你上個星期喉嚨不舒服,出不了聲音 是呀,很難 我怕了整個星期的聲音說話都挺恐怖 你打過來,你好像很辛苦打給我 很辛苦 很努力 所以說休息一天 之前有人留言說我們的Title Music很好聽 那當然,你選擇 不是這麼說的 但我在想 因為我自己回去聽 我發現每次前面有一段音樂要飛的都很煩 所以我想由今集開始 我就不下Title Music了 直接一開始 大家方便一點 不用飛 如果想聽的話 就聽到之前那幾集 沒錯 這兩星期的市場怎麼樣 高輝給你一點意見 看看怎樣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是走一段新的星路 不會走雙底 你覺得雙底不會是嗎 其實本來我打算是會做另一隻腳 但看來在上個星期已經做了 那些牛熊軍 上次你說的 真的很嚴重 是啊 牛熊軍 其實如果大家有細心一點去分析 每一次大單邊市場 你都會發覺 在市場上落的時候 兩邊比例差不多 是 即是那個回收的數目的數量都差不多 是 即可能牛熊中間相夾六八點七八點左右 但當其中一邊的平衡打破了的時間 就好像昨天一樣 一開始打破了 已經殺了22700 22800 22900 22900 在牛熊症之後 通常這些情況就會發現 將來發現 你見到牛熊症的比例 中間的区 就不是相隔五六八點 是可能相隔一千點左右 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你看到奇權盤 你會發覺 可能是一個單邊市的先兆 有些讀者會問 牛熊症那些棍 我們懂得看 上網有很多免費網站都看到 奇權盤有哪裏 有資料可以去看看 奇權盤可以上廣交所 它有一個衍生工具統計 有每日期止結算的章數 未平衡合約 變化和奇權的指數 今個月下個月下三個月下半年 都會有的 但那些東西是很大塊的 很大塊 很大塊的東西 很大塊的東西 為什麼會看 有些人問 為什麼要看奇權 為什麼不是看奇子呢 奇子都要看的 看那個變化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奇權多 為什麼呢 很突然問為什麼 因為奇子很多時間 他都在說即時的上浪波幅 是跟奇權有些對沖 交叉的盤去做的 還有奇權的顯造的部署 是牽涉到10天或一個月左右的 一些短線至中線的走勢 但是你看奇子本身的未平衡合約 可能比較可以做到 即時一些的推測或推斷 有時候你看到奇權有些盤 明明是 好像這樣說 在2100的時間 你看到 call倉就開始增加 但是淡倉是被人平衡的 你大概就會猜他做了什麼 但是會不會去場外 又做了一些事情 變成這邊就等著 有機會的 因為有一個叫做黑期 有機會可以分析度 會有影響 黑期也有網站看到的 是的 黑期 好像升波面 他又轉了 看不到 所以用其他方法看 就變得複雜一點 是 也很少看 但是雖然是有場外奇權 可以做回一個對沖 但是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在目前最有的資訊 唯有是 在這裡只有這麼多 過得多少 所以就變成 在很極端的情況 即指數到一個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那個 我覺得那個用效會比日體會多 是 就是一個大方向這樣看 是的 因為老實說 你場外做都不能做太多 如果真的個勢很大的話 沒錯 在一些大轉角市的話 你可以在那些位置看 都會比較合理一些 和準確一些 那基本因素方面 有什麼支持 你看大單邊升上去 其實基本因素 一來你說真是港恆子 你覺得PG真是不貴 那個PB也不是很貴 而且暫時都算是高的 那變了 我又覺得是 看回最重要的是 這個大陸 大陸股市其實升穿了2060 升穿了2080之後 那段單邊走得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現在有些 都很得高網重的 就說這個A股有麻煩 可能性勢完了 你又怎麼看 通常都不看 我不是很看其他大陸 我會看主流大陸 那讀者有問這些 我都要代你問一下 看你的看法 其實我看一定條線 如果這股收市跌不穿2040的話 我都覺得還是維持一個 組織一個上升勢的格局 為什麼會看2040呢 一個破位的位置 如果你跌穿了浪 一浪 一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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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2040是上證中止的 第一浪浪頂 跌穿了這個浪頂 代表已經不是很升浪 尤其是我聽很多朋友說 大陸炒股那班朋友 是 就很看技術的 嘩 他們基本上都是 完全是 不會看基本分析的 是啊 我理解 很多都跟我說 大陸的股民 基本上 第一他們就很深信 技術分析這件事 沒錯 亦都很醉心研究這件事 是的 我亦都有看過 一些 這一方面他們的評論 真的比香港 老實說 仔細很多 專業很多 K線圖那些 畫得非常細緻 沒錯 這件事其實 都值得學習一下 都很認真的 很認真 要對待技術分析 都是認真的態度 是 現在的展望 你就看 暫時 有機會是這樣 最怕 就是假突破 但是暫時 昨天突破完 今天都叫做 站得穩22,800 昨天期指數結算 就不太穩陣 看這些價格 今天就長的結算 站得穩22,800 都算是好的 看看星期一 二會不會再有太大的變數 如果看的話 都不斷看 也有一個看法 就是 其實你看現在 恆生指數的升 主要帶動指數 就不是很多股份 大部分股份 都不是在升 不是很全面 以前就是匯豐中移動 現在不是 就是匯豐騰訊 是的 騰訊差不多現在市值 佔了恆指9% 大概是 比匯豐 是很誇張 是的 其實單別 其實夾騰訊 應該比夾匯豐 因為一來沒太多人敢買 二來貨也不是很多 所以 夾上去就相對簡單一點 恆指來說 但是我覺得現在是 如果恆指上到23,000 其實是靠近 在對上幾年下來的 三本型的上升阻力位 就是說 上次低位應該是 19,000多 不是 1萬6,000多 是上幾年 是的 你說2010到現在的那段時間 是的 然後上面的阻力位 就由25,000至25,000 到達到去年 曾經突破過 上去24,200 但是回來 但其實留意國企 其實沒有突破過 都是在收窄三本型裏面 接下來的關鍵就是 國企可不可以升穿 1萬1,500 是 升得穿的話 就代表市場 應該可以扭轉了 過去幾年上落市的走勢 這個就是 1萬1,500就是國企 一個重要的位 以波浪理論來看 是的 就算你恆子升到 2萬4,000多 穿上次高位 一天 國企不穿 1萬1,500 我想恆子也要回落 背後的理由是 因為其實恆子都差不多一半是國企 是的 而且國企正在反映國內的指數 你認不認同 現在我們香港的市 很大程度都是受國內影響 比美國的市 是的 是的 你說如果國企都選不上 代表上陣都選不上 你如果上陣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很慘 你說到 可不可以想像到 恆子升了兩三千點之後 如果上陣不升 倒跌的話 恆子會自己升 我也想像不到這個情況 好 非而所思 有兩件事可以談談 我們上半場就講到這裡 下半場可以講一下烏克蘭 好 還有剛才講到國企這麼重要 我們講一下國企改革的問題 是吧 下一場我們再回來再談 好